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黄志贤夜问 今天是6月28日南京有疫情了 虽然是很少来你但是已经开始带信号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观察 来关注重要的两个事情 一个是美国内部 另外一个是全球最重要的过去的帝国主义的国家G7 G7又开高峰会 6月26日在德国巴伐利亚中开幕 大家都知道G7原来叫G8 最后他们把俄罗斯踢出去了 就叫做G7 有哪几个国家呢? 当然一定有脚屎棍 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 不稀奇 还有唯一的一个亚洲国家日本 但是你看那个领导人照相 还有G7高峰会上面 他们还跟泽伦斯基开会 我数一数 怎么围了一圈里面 除了日本人以外 其他的八个人都是白种人 合起来九个人 那不是G7吗? 怎么突然跑出来多两个人 多两个人 你看看 多了两个人 都是欧盟的 一个是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另外一个是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 就是每一次冯德莱恩 那个女生啊每次在那边 嚣张的拉动一定要反制俄国 要制裁俄国 就他 这个冯德莱恩 他基本上就是美国摆在欧盟的棋子 借着冯德莱恩来指挥欧盟 好啦 你是G7 七大工业国 七大工业国就七个国家 你用欧盟两个人啊 每个国家一个领导人放在那里坐着 另外欧盟还来了两个人 所以你看欧洲的力量是怎么样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三个 再加上两个欧盟 所以那个力量是辐射出去 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 就是美国 跟美国的 搂搂日本 还有美国在欧洲的楼落 欧盟 以及欧盟里面的 几个重要的工业国 要干嘛 要继续的控制 宰治这个世界 你光是看谁来开会 你就知道 他们要干嘛 这个 这个 我们来判断一个事情 就是人事时地悟 所以 开会有哪些人 你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 要儿子 老百姓其实也没有惯着 就在他们开会的前一天 在德国的慕尼黑 这次开会不是在巴伐利亚州吗 慕尼黑 就有七千名群众跑去抗议 你要知道在欧洲这种地方啊 你要搞七千个人来抗议 那不简单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抗议 你告诉我 这哪一个国家不是侵略者 哪一个国家不是一直在载地球 就是他们一直要占人家便宜就对了 那G7呢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会还在开 但是他有几个决定 第一个 他们要限制要制裁俄国的黄金 俄罗斯啊 他有开采黄金 所以现在俄罗斯开采出来的黄金 他要去制裁 奇怪 你怎么制裁啊 但另外一个目的是 俄罗斯 他有1300多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所以他盯上了俄罗斯的钱 俄罗斯他开采的黄金出来 你抵制他 奇怪 我黄金融一融 你怎么抵制啊 是不是 你不是抵制人家石油吗 不是抵制人家天然气吗 结果你不是照用吗 拐好几个弯子 去买俄罗斯的石油来用吗 你提示啊 但他们这样子的表态 重点是 其实就是我盯上了你俄罗斯的钱 从头到尾 这个战争就是关系到 这些欧洲 美国 这些既得利益者 他要人家的钱 所以黄金 那个时候金融体系 全部排除俄罗斯 我冻结你的钱 你的钱不给你提了 但是呢 你欠我的钱 你要还 我不准你还 然后说 你信用 我约了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呢 那另外一个 更好笑的 他说你俄罗斯 你应该看在现在 世界粮食危机 你必须要让乌克兰的粮食 能够从黑海运出来 你不得阻拦 这个他已经讲很久了 这里面有什么事情 第一 其实现在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通膨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通膨严重 老百姓生活很苦 就围及他们政权 围及这些政治人物 但是 这个通膨高 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不是你一直要去制裁人家吗 他现在要甩锅了 他说 缺乏粮食都是你俄罗斯害的 但俄罗斯你讲得很清楚啊 我没有阻碍你粮食运出来啊 你粮食运不出来 真正的原因是你乌克兰 在沿着港口那边 你都有水雷啊 你自己搞的 不是我搞的 难道我把你亲了 你爱运你运好了 所以这明明白白就在耍美国 G7他开了这个会议 在美国现在啊 11月他要改选 始终改选 美国现在通膨高到压不下来 欧洲眼看着乌克兰这个战争 已经逃不了好 已经开始了 我继续 我还是要制裁俄罗斯 我看这里面我还能够捞到什么好处 但是我该买石油 我还是要绕着买 我去跟印度买石油 印度再去跟俄罗斯买石油 然后我再去跟别的国家买石油 那本来别的国家 中东的国家石油卖给韩国 卖给中国卖给日本 卖给大家的 结果石油又要分配给你 要去买石油又涨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不管是粮食 不管是通膨 不管是石油 各种各样的紧缩 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断 不就是你这个G7 跟你的欧盟搞出来的吗 你们堂堂坐在一起 在那边开会 然后一下子过去 今年以前不是 逼着拿着鞭子 要抽各个国家 要节能要减碳 要怎么样吗 结果你现在开始 你欧洲你看到要烧煤了 那你的环保怎么啦 环保人士不讲话啦 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美国现在这个堕胎法案被禁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堕胎与否在美国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 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而且几乎无解 6月24日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们总共是9个人嘛 终身职啊 就做到死 那以5票赞成4票反对 推翻了一个1973年的一个法案 叫做罗素维德法案 那个维德位的是检察官 罗就是R-O-E 素就是某一个人 跟那个检察官对抗 那个法案就是 在当时你想想看 差不多50年啊 跟美国的女性 她未婚怀孕 她实在是没有办法 把小孩生下来 但是检察官说她不准堕胎 那最后就跟这个检察官 就发生诉讼 官司一路打一路打 当时美国的社会 已经因为堕胎与否 有很大很大的争议 那女生 她在什么情况下 她也不得已 她必须堕胎 可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这个宗教的力量 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这个社会 她有很多很多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都跟宗教跟基督教有很深的关联 那基督教里面 就是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所以除非上帝允许 你不可以剥夺生命 她跟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那你这个宗教观念走到极端 就变成说 你就不准堕胎啊 你堕胎你就是杀人啊 你杀人你就是恶魔 你是恶魔 我怎么对付你 我是对的 到处到处去对付那个想堕胎的 必须要堕胎的 她背后是谁呢 她就是女权主义 还有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 人权 那这两个东西你就知道 美国的基本的基本教育 两个 一个是基督教 另外一个是自由 基督教生命权 然后另外一个是人权 就变成神权跟人权 怎么办呢 那个对抗那个激烈 根本就没有办法调解 那当时打到1973年 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最后说 好 在这个状况下 女性是可以堕胎的 这个 决定在当时认为是对女性 友善的 支持堕胎的 所以 50年来美国很多州 堕胎都合法化了 美国的 一般的民意也普遍都接受 最新的一个民调 2021年 美国的民意 60%以上认为 多过胎是可以的 这个身体是女性的身体 所以这个女性的身体 我拥有我的身体权 堕胎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多时候 孕妇 她的身体状况 不容许她在怀孕 因为其实怀孕对女性 对女生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风险 很多时候 女性有某些病症 她是不能够怀孕的 那不小心怀孕怎么办 你如果不堕胎 你等于是拿这个孕妇的生命去堵 那第二个 那如果被强暴呢 难道也要强迫这个女生 把这个婴儿生下来吗 第三个 如果是乱伦 如果是有传染病 如果这胎儿是先天性 非常严重的 几乎活不下来 这是从优生学 从健康学 然后也有从女生 这个身体权 身体是我的 你不能够来指规我的身体 这个是堕胎者她要求 那生命权那边就是 从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 生命就开始了 你任何时候你终止这个生命 你就是杀人 那医学也有话讲 从怀孕第几周开始 他算生命 第几周以前不算生命 第几周以后算生命 医学界的辩论 就是无休无止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五十年来 美国的 你看六成嘛 比五成多一点 比一半多一点的老百姓是认为 应该要堕胎 但是 但是怎么回事呢 就美国的越是基督教坚定的 这些 然后基督教教义派的 福音派的 这些很多很传统的 这些州 那他多半他都会支持共和党 美国的右派啊 3K党啊 3K党啊 茶党啊 这些比较偏右派的 这些都是 宗教气息很浓厚的 那他都会认为说 你无权堕胎 堕胎是杀害生命 是杀人 那他们就会支持共和党 今天呢 美国最高法院 他做出的这个决议 立刻 就 等于是 投下好几颗 核子炸弹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日本国最高法院 国歌手 公民国最高法院 官方公书 国最高法院 公民国最高法院 突然在美国 推特国大学院 和美国最高法院 ある意大逆 公民国最高法院 优优独播剧场—— Du Dufo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那就是在那些地方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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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Jess Stever 我叫Jess Stever 我叫Jess Stever 我們是一組 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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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6票贊成 3票反对 去支持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反堕胎的法案 他说你这个反堕胎法案不违宪啊 所以他同时通过这两个最高法院的意见 就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说我这个最高法院 我是支持不准堕胎的 也就是说我是反对堕胎的 要知道在美国的这个体制里面 他本来号称是三权分立 立法 行政 司法 三权分立 三只脚嘛 可是这个最高法院 他说你们这些法律啊 司法 那个立法 通通无效 我来解释法律 我甚至来创建法律 所以变成所有的美国的最后的争执是非利益 各州朝不停 各个党派最后 最高法院九个人决定了 美国五十个州啊 美国是联邦制 每个州他有每个州的立法 有州议会 他们的立法 各州各个 你这个行为在这个州可以 在那个州不行啊 所以叫做联邦嘛 每个州各不相干 但是最高法院就说 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现在 哇 这个核弹集在炸弹 在每个州都爆了 因为有美国现在多数的州 都是准取堕胎的 这个判例一下来就变成说 哇 那我要重新去修改法律啦 那每个州里面有支持堕胎的 有反对堕胎的 怎么办呢 每个州都炸锅啦 然后这个堕胎 反堕胎 又跟选举 跟政治 又紧紧绑在一起 你想想看 你支持堕胎的 那你投票投谁啊 当然投民主党啊 因为民主党就是比较支持堕胎的啊 那你如果你想 你如果是反堕胎 坚决反堕胎 你认为堕胎是杀人啊 每一次你都到那个堕胎诊所去 举牌就说 杀人犯 杀人犯 甚至啊 那时候堕胎诊所的医生 还被人用枪击 用枪杀啊 去杀人啊 说你这个堕胎是恶魔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会投谁 我当然投共和党啊 所以堕胎跟反堕胎 就紧紧的跟美国政治就绑在一起 媒体也绑在一起啊 这些东西啊 在美国其实到最后 是已经没有办法讲到的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他们英文叫做pro-life 就是生命优先啊 只要受精卵 他就是生命 那个走到极致 基督教 你知道很多基督教 他是不准离婚的 不准堕胎的 甚至有些是连避孕措施 都认为是违反上帝的旨意 还不准你避孕的 一切是上帝的旨意 支持堕胎的是什么 就是支持民主党的 支持女权的 他们的口号叫什么 pro-choice 什么叫pro-choice 就是选择权优先啊 我有权利选择我的身体啊 我的身体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身体 那这两种都各有立场 也都对 因为我们不能够随便去杀害一个胎儿 对不对 那但是女人的身体 他为什么又不能够决定了 两个都言之成立 两个又完全无法调和 怎么办 那美国社会 关于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吵吵吵吵了几十年 就算1973年 这个罗素韦德法案 最高法院裁定 准许堕胎 可是那个反堕胎的 几十年来 也都没有放弃过 我在美国念书 还有出差啊 生活 每次常常都打开新闻看 这个堕胎诊所 可能又被人家 甚至扔炸弹都有啊 暴力威胁恐吓啊 很多妇女根本 没有办法走到那个堕胎诊所去 怎么办 我就是不准你堕胎 你这个就是邪恶的 很难理解啊 那这个事情 已经在全美 已经变成是核弹级的 多点爆炸了 各方政客 赶快 逮到这个事情 开始要炒作 共和党要 运作说 我们要赶快出来投票 要坚定把我们这条路走下去 已经有很多的检察官出来 呼吁说 说我们共同联署 就算这个法律说 妇女堕胎违法 我们也保证不会起诉 放心 但这个是走不通的嘛 因为法律就是说 堕胎违法的话 你检察官不起诉 检察官违法 叫叫叫 拜登逮到这个机会了 因为拜登现在本来是因为 高通膨连续三个月 通膨比例超过8% 老百姓生活水深火热 他的民调一直破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民调早就已经破四成了 一直往下跌 没有更低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所以大家本来都认为 这一次其中选举 民主党很可能就失去参议院的主控权 然后失去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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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很可能会失去国会的主控权 那拜登立刻就成为跛脚总统 但是这件事情啊 本来是特朗普他在四年的总统任内 竟然一举可以提名三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在特朗普的时期就已经确定 这个最高法院最终就会变成是一个 保守的共和党的一个最高法院 那现在终于发作了 好像是共和党的胜利 可是这个决定却恰恰在拜登最弱的时候 反而可能救了拜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啊 民调支持堕胎的是六成啊 很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 本来就看拜登 你怎么那么烂啊 一听到你根本老白痴啦 体力也不行啊 昏庸啊 昏溃啊 干嘛干嘛 根本就不想去投票了 甚至很可能说我干脆就不要投民主党 可是被这个大法官这一次的判决决议激怒了 觉得你怎么这样 所以就有利于民主党他们动眼 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被这个共和党欺负到不行啊 连堕胎女孩子的生育都不能够决定 赶快赶快 大家就出钱的出钱 出力的出力 赶快蜂拥而出 准备要出来挺民主党 所以本来民主党在11月的期中选举就很惨 因为这个事情反而激发起民主党的危机意识 帮民主党调动他的选民出来 来支持民主党的盛事 这整个事情就恰恰呈现了美国这个国家 跟他的社会的荒谬 无解跟撕裂 大法官照理讲他是解释宪法解释法律 但他现在变成他创造法律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政党政治啊 所谓的选举政治 他其实是你以为是选贤以能 是贤能的人赢啊 或者说老百姓多数支持你嘛 所以你上去是对的啊 你拥有执政权是对的 但你光看这个事情都知道 大家本来是唾弃拜登 不要拜登 但是你不要拜登你有谁呢 回过头来看你不要民主党 民主党很烂啦 就你一看共和党更烂 之前是看特朗普很烂啊 结果现在一看拜登更烂 你本来已经放弃民主党 就你一看共和党更烂 你放弃共和党 你一看民主党更烂 你怎么办 你就只有两个可以选 你没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国 你以为是有一排优秀的人让你挑 不是的 我们这种在台湾也好 在美国也好 我们观察选举这么多年 你就知道很清楚 他就两个烂苹果 你看你要哪一个 两个都烂 都发霉都恶臭 都有蛆虫流出来 你怎么办 就没有一个好的 第三个 这个选举数的操控 他很多是调动选民的情绪 一下子情绪涌上来 他就冲去投票给你 你要调动选民的爱 跟选民的恨 选民一般老百姓 他真的搞不清楚 那种很复杂的事情 你很久都是在一种无奈 没有选择的心情下去投票 这是为什么 你看到很多所谓的 民主先进国家 他的投票率都很低 因为你没得选 第二个 你选上以后 你的日子还是没改变 就发现政客一次一次的欺骗你 大家对拜登 他所有的财政政策 他所有的施政 他把所有的美国问题甩锅给中国 他不爽不满 老百姓要他下台 但是你能吗 现在跑出来一个这样的法案 所以很多选民又觉得 我受不了共和党 所以又要去投票 支持拜登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 民主选举 他最终的最终的一个无奈 其实不是民主 老百姓没有做主啊 是躲在背后操纵这个系统能做主啊 你说美国是法治啊 谁跟你说法治啊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忠贞制 他说那法官最大 不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谁提名 总统提名啊 所以你今天民主党的总统 你提的就是一个 倾向民主党的一个大法官 特朗普提名 他一次有幸给他提到三个 他提的三个都是支持共和党的法官 所以这个法律 这个法官都跟政治高度绑定 没有用的 整个事情就是一个陷入无限制的怪圈 非常荒谬 没有底线 我们继续关注 明天见